来 各位 我们继续上课 来 各位 请过来 来 别再趴在桌上来 如果你隔壁还可以趴在桌上 麻烦打一下一下 所以这个Stack跟Cure这个结构 当然 它们的运动方式不一样 那这个Stack你可以稍微这样想象一下 譬如说如果你有一个纸箱 那你上面摆了一大堆课本 一本一本的叠上去 那你只像这个开口就朝上 如果你想拿最下面那一本的话 你就要把整个都往上提 才能够拿下那一本 那所以我们只像这个开口朝上 就像这个架构 你一本书放上去的话 什么放在最上面 那如果你想要拿下面的书的话 你就先把上面书去拿掉 然后下一本书 那Cure是一个刚说话 就是排队 那你把它想成排队就不会有问题 那譬如说我们这个公车 我们大公车 有些公车它是一个门而已 有些公车它是两个门 那一个门的公车 这个好像习惯上 就是一个门就是 你这个如果那公车很挤的话 你最后挤上车的 那个站在车旁边的 等一下就第一个下车 先最后上车的 第一个下车 那个是一个门 那讲这个公车是两个门的 它如果规定说 从前门上车 从后门下车 那所以这个第一个上车的 你就会挤到后门去 然后从后门下车 那就是两个门 那就是 就是一个Cure的并坐方式 排队 好那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试意图吧 这是这个超多一个试意图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 有些这个资料在里面 那我们会有个指标 叫TOT-Cup 就是指标 那它所指的地方就是 你目前的资料最上方 而且最上方的概念 还不足以我们写部分会写对 最上方的地方 而且你要注明是有资料的地方 最上方而且是有资料的地方 有的人会写的话 最上方就是把他指到这边来 那你就差一个 差一个我们在写部分 一半个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是在资料的最上方 而且那个这样所指的地方是有资料的 是有资料的地方 不是没有资料 那这个 差这一个其实这个就 这个影响非常大 好 那之后我们有一个TOT 的一个指标 那假设我们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动作 需要把东西把它放进去 在Stag的这个动作就是Push 把东西放进去叫Push 那这个Push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V把他放进去 那我们就是 这个S代表我们Stag的凝乘 就是Stag的凝乘 那这个VA代表我们现在放进去的 这个资料交通区 那我们马上放进去之后 你的TOT的这个指标 当然就往上移动一个 自然而然往上移动一个 那假设我们再放进去 再往上移动一个 再放进去再往上移动一个 再放进去再移动一个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从这个资料 这个Stag把东西拿出来 那我们给的名称叫Pub 把它拿出来 就是Pub 所以你从这个S这个拿出一个东西 那你这个刚刚这个把它扫掉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你的TOT这个指标就下降一个 那如果你再拿掉的话 它就再下降一个 那你如果不去拿的话 它就一直下降 那到后来你有一个需要 你可能又把东西放进去 就在Pub 所以我们Stag在凝乘上面就是Push跟Pub 那Push就是把东西把它放上去 你的指标 这个指标要移动 要往上 那如果是你把东西拿掉了 那你的指标就往下移动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Push跟Pub的一个 一个动作 好 所以我们在Stag上面 我们基本上的这个操作大概就是有这几个 第一个是问你现在Stag里面是不是空的 It's empty 是不是空的 好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Pub T.O.P 就顶端 那顶端呢是什么 是把最上面的元素把它拿出来 就是Deck 取得最上面的元素 就是拿来看一下取得 再下来是Push 刚刚看到Push就是 把某一个指标把它放到 放到我们Stag的顶端 这个叫Push 这个Pub是把顶端的指标把它拿掉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Push跟Pub的工作 然后这个Mb就是你要拿之前 你要看看这个Stag是不是空的 那有意思说我们只是要看最上面的指标就是T.O.Pub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这个Stag把它使标出来 那基本上这四个方形 你就要把它使标出来 好 那在我们这个使标Stag这些方形之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Stag可能的应用 我们去看一下 那第一个我们去看 这个Panarchy写的时候 Panarchy写的时候 Panarchy写的时候是括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把它写一下 这就是括号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是要检查这个括号 是不是Nasty的 潮重的括号 这括号里面还有括号 这叫潮重的 就跟那个鸟巢 一层一层的跌在一起 鸟巢 好 这个潮重的括号是不是正确的 就是括号里面的括号也稍微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正确 我们先看 我们看错误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错误的 对不对 这个括号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它少于右括号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括号是应用程度可以出现 有左括号里面有一个右括号 这个括号也是错误的 先右括号再左括号就是错误的 所以就是要有顺序要正确 然后左右括号要能够提配 上面这个这一串是正确的括号 正确的 好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如果你要写一个细的坎派编译器 你现在这个写部分 当然不是在写编译器 但是如果你这样来 越来越大 未来可能你要写一个编译器 编译器的基本的工作要做这个 检查括号里面中确 你写这个东西 它检查括号里面中确 那我们现在看看 怎么样来检查括号里面中确 我们目前不论 这个 这个运码本身 到底有没有真正它逻辑意义 或者是说 这个什么成法加法 是不是在正确位置 这个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管括号就好了 括号也在正确位置 有没有正确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 来 请同体回答 括号里面正确 你大概要怎么做 啊 多者的用 市场也在这which 你先作一个内容 这就是这个 绝合 上 remar,一道左方法会 Anchoring, 一道右方法会 concco converts 不听讲话话alla, 一道左方法会不是根本 reached' 一道左方法会计划 costs 所以你重新做一下總結好了 來,你這個鏡頭照樣嗎? 來,你做一下總結 來,做一下總結 x分是負的,還有呢? 幾乎快達貴了 80分0,80分的 還有呢?x分量 好,我過追這個,您80分的 是一個counter,是一個計程器 那這個計程器就是看到左括號的時候把它加1 看到右括號就把它減1 直接設一個計程器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蒙你一下 你最開始的時候看到這個7 這個無關左右括號,不動加減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它是設為0 然後就是0 看到左括號,我們就把它加1,變成1 再開一個左括號,再加1,就變成2 然後這個跟左括號、右括號無關 再來這邊左括號,再加1,就變成3 再來這邊左括號,再加1,就變成3 再來這邊左括號,就變成4 然後點點點 到了這個右括號,我們規則是看到右括號就減掉1 這個就是變成3 好,再來右括號,左括號再加1,就變成4 這個是右括號,我們再加1 這個是右括號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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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左括號再加1 右括號再加1 右括號再加1 好,那所以按照剛剛的這個規則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這兩個是錯誤的括號 好,因為它左括號加1 再加1 到這個壓是1 好,那所以我們最後要檢查 到右括號裡面正確 那這個剛剛這個 誤則就是少講一個條件 最後你的康尾要變成0 對不對,0代5 左右括號數量要一樣多 最後的康尾要變成0 然後呢,你在過程當中啊 你不可以有負的 雖然康尾是等於0的 但是你過程當中如果有負的 代表你先出現用括號 那先出現用括號怎麼對的 好,所以我們的這個方法 就是你要設計使用一個康尾 這個康尾,我們就利用這個康尾 把我們的輸進來的資料 把它掃磨一遍 那這個方法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次剛剛開始的時候 你的初子設為0 我們在寫Program 我們都要講得非常清楚 那其實剛才我們也忽略了說 這個初子有沒有設為0 當然要講清楚 初子設為0 你看到左括號把它加1 看到右括號就把它減1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的判斷 中間的過程不可以是負的 剛剛說過,現在這個中間過程是負的 那你這個答案就錯了 這不行的 還有呢 最後的答案必須是0 你這個左右括號的數量還一樣多 最後答案是0 那這個就是我們檢查方法 我看到有些方法就是有獎益的 傳球新年把這個答案點進去 沒有獎益的話就算了 沒有獎益的話就算了 就不管了 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 下一個問題 括號的形式變成好幾種了 剛剛是用小括號的 那小括號在裡面有小括號 現在呢 這個括號形式有好幾種 有大括號、中括號還有小括號 那我們這邊跟一般你在小學學的 這個括號形式 還是稍微跟他一樣 我們沒有規定說小括號一定要在裡面 大括號一定要在最外面 這邊沒有規定 但是要匹配 你的對面那個小括號是小括號 你的對面那個匹率是小括號 要匹配 那換句話說齁 你這個 你的括號形式齁 我打個體力說 這樣子當然是OK齁 因為小括號對面是小括號 中括號對面是小括號 那這樣的形式我們也說他是OK齁 對面是對的 但是咧 這個形式就不行了齁 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你的對面 括號形式跟你不一樣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 這個就是答案好錯的 好那現在我們有 好那現在我們有 好幾種括號 我們這邊 例子就有三種括號 那我們怎麼來判斷 這個括號的 形式到底對了沒有 我們要怎麼判斷 來我們的請同學來回答 這個要怎麼判斷 這個要怎麼判斷 握號的形式到底對了沒有 好很好 很好 好很好 好很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如果 他那個 括號 如果 後面加進去的括號 複合 就是如果他順位 比前面的括號 加進的括號小的話 就可以 加進的Stack 順位是什麼 什麼叫順位 就括號 大小 我們這邊應該沒有順位的關係 剛剛說過 上面兩個都可以 但是就是 好 所以應該再想一想 我們再問別的同學 齁 0加 正 那 那 剛剛同學已經 這個 其實已經 點出了這個 關鍵的位置 關鍵的地方 統計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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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您 好 哦 您 您 有没有什么想法 李世博 就是先读左刮号 就是被决定 先读左刮号 然后比较碰到左刮号就是在step里面 然后当你碰到右刮号的时候 就去判断那个top的左刮号 如果相符的话就把它top出来 然后再一下去 好李世博讲得非常好 那我们把他讲的东西 我们把它抽多一遍 就是利用step 我们利用steak 利用steak号 我们把这个左刮号就把它放到steak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检查 因为还有一个左刮号 我们就把它放到steak 当然你放到steak 你要用你的刮号形式把它放上去 你自己can号 看这个是第几号的刮号 那我们就用这个大刮号 再把它放到steak 然后再过来我们再看到一个左刮号 我们再把它放到steak 接下来看到一个左刮号 接下来看到一个左刮号 再放到steak 再下来看到右刮号 那看到右刮号的话 我们就从steak把它拿出来 那steak最上面是这个 最上面是这个 我马上拿出来 然后做比对 那当然比对一定要对 不对那当然就一定错了 所以我们就要做比对 所以在这个方程里我们就把steak拿出来 然后我们做比对 再下一个我们看到右刮号 我们再从steak拿到上面这个 拿出来之后我们做比对 再来看到左刮号 左刮号是要放到steak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左刮号 再来看到这一个左刮号 我们再把它放到steak 再来看到右刮号 再来看到这个右刮号 从steak拿出来 再看到一个右刮号 再从steak拿出来 再看到这个右刮号 再从steak拿出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左刮号 那这个左刮号我们再把它放到steak 接下来是这个右刮号 接下来是这个右刮号 那右刮号再从steak拿出来 那这一串的这个字啊 我们就读完了 读完之后呢 你最后你的steak必须是空的 那如果steak没有空的话 代表里面还有一些左刮号 那这些左刮号就跟 没有右刮号它PK 那当然也不行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展示一个东西 非常单纯的这种过号的问题 那这个过号的问题 我们就是利用steak 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steak啊 它本身就是你刚刚说的 有这个 dust in first out 后来的会先离开 那刮号它有个性质 最后进来的 最后你看从这边到这里 最后进来的刮号 等一下他要碰到了 应该是右先碰到 跟他同一个形式的刮号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从进去的 这个门的角度来讲 就是进到这里 再进到这里 再进到这里 等一下要离开这个刮号 所以最后进去的 你要最先离开 所以我就先最后离进到这个 中刮号 等一下我要离开的时候 先离开中刮号 然后在外就我们 在下就离开这个刮号 所以刮号本身它的特性 它也是有那个概念 last in first out 一样的概念 所以用steak来处理 那就刚刚好可以做 那接下来就是 那我们怎么样用c语言 来把这个steak的概念 把它实作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是说我们大概需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steak 它本身你要有一个地方 来放这个steak 所以我们就要宣告一个东西 放这个steak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刚有四个方形 刚刚谈到了 一个是is empty 问说你这个steak都是空的 再来就是steak 把steak上面的东西 把它return出来 再下来是push 把东西放到steak 还有一个是pub 把steak最上面那个 把它删除 那我们 注意看一下 这个top 这个top 这个地方就叫return tub element return 所以呢 对steak的结构是没有破坏的 他只是把上面的东西 拿出来给你看而已 没有破坏的steak结构 这个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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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最上面那个拿掉 就是我们刚刚在拿 就是把它拿掉 所以它这个 delete tub element delete 所以这个是有破坏的结构的 这两个不太一样 top是没有破坏的结构 这个是破坏的结构 把上面那个删除掉了 好 那我们在实作上面的话 这个利用array其实非常非常单纯 那我们就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array A0 AA是array 那你的底部啊 就相当于这个array的A0 然后这个A1A2到AN0 这个就是用array方式来实作 好 所以这个在实作上面 我们需要的变数 就会有一个stake这个array 像我们刚前讲Aarray 然后就是stake这个array 那你的质量形态是什么 是T这种形态 因为我们刚刚说 你觉得 这个是一个template 那你加来到底是imp 还是character 或者是其他更复杂的 我们不太确定 所以它是t这种比较形态 好 那再下来就是这个start是一个指标 其实start的指标就跟array的用法 array用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start的指标 我们可以动态的来配置记忆给它 好 top就是这个指标 卡费也是来说 那现在我们的stake有多大 好 再下来就是这个 我们的 有一个名称 在class的名称里面 有一个方形的名称 跟class名称一样的 那个叫stake 这个在这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stake 这个class的名称 这个是我们跟class名称 相同的一个function 那个函数 那跟class名称一样的这个函数 叫做construct 就是建造stake 所需要的一个初始化的那个function 就是stake 那这个t呢 是因为它是tamperate 是你这个t 它就是未定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我们固定都会写成tamperate class 这个t 所以未定的资料形态 好 那我们看这个 你看看 刚刚开始要建造stake 做什么事情呢 你要建造stake 它有进来一个function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stake的capacity 就是stake的大小 capacity本身的意思就是 重的意思就是容量 那就是 我们就是要设立一个容量 给它 那这个容量呢 这个上次我们有说 这个初始化的概念 里面 你这个capacity 这个就是这个字号 就是在我们class 里面宣告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可以直接这一个然后挂好起来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行 下面这边有解释 把这个词就在上去 这个就是初始化 然后再把这个stake的function 里面做什么事 一开始你还没建造stake 现在就是要new一个stake 所以呢 这个stake stack 那这个各位不要混淆 这个可能也要在里面 讲一番要把证明清楚 这个stake这边有两个字 一个是大写的stake 一个是小写的stake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我们在西语言里面 大写跟小写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大写的stake代表什么 再有class 这个小写的stake代表这个array 这个stake的array 所以这是小写啊 这个要注意 这是小写 这是大写 要不然你看了很久 弄错了 以为它们是一样的 它们不一样 好 那这个大写的这个stake 这个function里面 这个小写的stake它是array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 new一个array new new一个array 那这个array的资料形态是这个tr t就是刚刚讲的未定的形态 它可能是int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是int 那这个就是 如果它是int 那将来进来它就int 在中国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我要array的大小 那这个capacity在刚刚已经被初始化了 所以你要建造一个新的array的时候 那这个stakecapacity这个值啊 已经跑到这边来 跑进来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new的这个array的大小 就是这个大小 再下来我们的指标刚刚开始的时候 top这个指标 我们在指标-1的地方 那因为啊 我们c的这个program array都是从井开始数的 那我们从a0,a1,a2这样数上去 那你最开始 没有东西 array没有东西 所以top只到我们这样 只到a0的坑下方 那a0下方我们就把它写成a-1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这样做这个初始化 好 再下来我们要把刚刚我们所讲的解决方形 我们要把他实作出来 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it's empty 问他是不是空的 那问他是不是空的啊 这个 我们就先看这个啊 就看这个方形名称吧 问他是不是空的 好 那问他是不是空的话 非常单纯 就是看来你的top的值 是不是等于负一啊 等于负一代表这个 现在目前里面是空的 他如果没有等于负一 就是里面还有资料 所以return啊 这个判断式 top等于等于负一 这是判断他有没有相等 如果他是相等的话 他就得到处 所以他都不相等得到force bool是bool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里面我们会得到的值啊 就是处跟force 或者是force 描住 好 那 最后我们再看看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边开过来 这个 新的电池也没有卖 好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标策的过程当中 我们顺便把C++ 进一步的一些功能 把它学会 那我再看看 那这个方群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没听过的 就是constant 好 好 那这个constant 这个一个方圆 后面还写个constant 那在这边就有写好这个 constant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函数里面 你不能修改成员变数 成员变数 成员变数就是我们刚前面的这几个 这几个就是我们的成员变数 这几个就是我们的成员变数 capacity tot stake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class里面的成员 它的变数 不能修改这个 这个内容 那当然各位 我们在写部分文的时候 你没有写这个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会注意到 它本来OK 你没有写这个字 你就这个方形成功 通常也可以说 本来是OK的 只是你写完这个字之后 可能就帮助你 就是未来 如果你有一天不小心说 我这top的值 要把它改成-1 那你就改不动 有些朋友会 写错 怎么写错呢 打错啦 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他只是在判断 他只是在判断说 这个有没有相等 结果他是忘记了 他就写这样 top等 然后debug 就debug不出来 这为什么每次都是 都是旅程出呢 然后 就是你的debug不出来 这个永远都出了 你明明说 奇怪 这个stick有没有发东西啊 为什么旅程都说都是出呢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边写一看什么 那将来你这个东西 这个欸 这个 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不能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就破坏top的内容 constant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函数里面 这边写哦 不能修改成年变数的值 top的值是不能改的 你只能拿来用 拿来看 但是都可以写 那就这个可以 可以避免掉 你不小心写出你的proven 这是constant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叫inline inline inline 这边有解释 就是说 这个proven很简单 那我们在confirm的时候 就是 这个proven就直接啊 cover过去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是一个function 方形是用来呼叫的啊 记得 我们方形是用来呼叫的 我们在写proven的时候 呼叫到一个function 这个方形被呼叫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跳到那个方形去执行 执行方形之后呢 将来再跳回来 旅程回来 方形是跳过去执行 将来跳回来 是呼叫用的 这个inline意思是说 这个太简单了 将来你就把这个proven直接copy过来 抄过来就好 就是建议抗它 说你这个东西也不用再跳了 将来就直接把那段proven 那小小的一段 直接copy到你的call里面 所以 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这个要看contactual的工作 就是说你只是这contactual 说你这个可以这样做 好 那所以这个program 你把这个字删掉 把这个字删掉 照样的印象 好 好 这下来我们来看这个tot top top刚刚就是return 最上面那一个 好 然后呢 最后就是 所以我们看到return最上面那一个 那首先就去判断一下 首先去判断一下 你这个是不是empty 那如果你是empty的话 你就不能return 如果你是empty就不能return喔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是empty就不能return 好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个一般的情况 你不是empty 那你就可以return最上面那一个 那这个stake和这个array 最上面那个指标 指的标是gop 去把这个array的 最上面那个位置gop的值 就return回来就对了 那就是这样干准 好 那在CJ加里面也有这样一个东西叫throw 所以就抛出来 抛出来意思 那在这里他就进行所谓的例外处理 这个例外处理就是 当你这个东西啊 就是产生问题 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些 不正常的情况要处理 那这个所谓例外啊 在我们电脑里面叫exception 这个呢 except就是除外嘛 例外嘛 对不对 就叫exception 那什么叫例外处理呢 就是我们这个写这个program 将来如果你现在想要wnt stake的上面那个 可是stake现在是空的 没得wnt 没得wnt的话 然后感觉你问错了 那我们可能西洋知道说 怎么这个时候要问这个stake上面哪一个 那这个可能有产生问题 这个系统可能产生问题 那所以你 就是就居然有你要问 那你就是把这个东西 在这里去就是把这个stake is all empty 把它运出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喔 你在compile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 这个执行商有问题 在compile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all in 或是错误的 或者在执行的时候 可以讲什么stake overflow等等 那其实大概就是类似 是所谓的进行所谓例外处理 好 所以就是 那你说那我这个program 正常没有写会不是怎么样 正常没有写 假设你现在stake是-1 那你这个program就错了 马上就错了 各位你想想看喔 你现在tout added tout offers客是负1 是负1 可是这个 国负1这个是没有定义的啊 没有这种东西的 你这样还在执行的时候 就忙着粗糊就发生不正常的停止 就粗糊 就例不 Kathryn 是你控制上面的 也是發生錯誤 但是是你控制的 就是不曉得它填在什麼地方 再下來是Push Push的話就是 我們要把東西把它放上去 再強調一遍 TOP收集的標是有資料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東西放上去 比如說放一個再放下一個進去的話 那就是什麼 先把TOP的值加1 先把TOP值加1之後 再把東西把它放上去 我們也先不要看上面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State 先把TOP的值加1 加加TOP 那我們學這個C 幾人就知道 加1要寫在前面 這個加加寫在前面再給我們一次 先把這個 那個變數的值先加 然後再拿來用 所以 先把TOP的值先加了1 先加1 加1之後再拿來用 好 所以就是什麼 先把這TOP的值先加1 先移到這邊加1之後 再把這個S的這個資料 把它放在這個DRADE 上面這個地方 好 好 那這個 也有可能放 沒辦法放上去的方法 我們的State已經滿了 你還要再放東西 它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就是 剛剛有一個 CAPEX-1 那就是我們TOP的最上限 如果你這個CAPEX是100的話 那我們能放的東西就是 0到99 能放的就是0到99 那你如果TOP現在目前 TOP的值 已經到了99了 你還要再放 那當然不行 所以呢 這個也是檢查 如果你還要再放 那我們也是檢查 也是一個例外處理 State 這個也會不會說 那假設你沒有這一行 沒有這一行 你只能寫出這個東西 那你給你想想看看 這個State 100 是沒有定義 那你多一點點它就當掉了 再把POP 就把東西拿掉 那 拿掉 我們也先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 減減起來後面 應該該類似的 減減起來後面是什麼 先拿來用 再把POP的值-1 先拿來用 那我們這個結果就是 POP所得到是有資料的 所以就是 先把那個資料 State POP 先拿出來用 之後再把POP的-11 好 好 這塊後面 原來是什麼東西 後面跟著P P 這種 NOT 這個叫 Destruct 有這個 這個圖號 也要Destruct T呢 它可能也是一個 一個class 或者我們講說它是一個資料形態 就是IND 那就是你現在 把這個拿出來之後 你要把這一個元素把它消滅掉 那你這個元素消滅 State這個元素要消滅 要怎麼消滅它 就用這個 NOT T T就是我們原始宣告的那個 這個Temperate的T 下面一樣 那也一樣 我們這邊有一樣的判斷 假設empty了 你還要再拿 那種拿 所以我們也是有一堂這個判斷 這個 好 剛剛談過的是State 那接下來我們就馬上要談Q Q的話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兩個端點 那兩個端點的話就是 這個時候我們就 這兩個字很難 有時候很難記起來 但是呢 你一定要 有人要想到 不是叫排隊啊 排隊 Rue就是尾巴 隊伍的尾巴叫Rue Front就是前面 那你這個一定要排隊的概念去想這個事情 就不會弄錯 隊伍的尾巴就是 人要加進來排隊 已經排在隊伍的尾巴 人買到票之後呢 要離開 已經從隊伍的前面離開 隊伍的前面才可以買到票 才可以離開 所以呢 Rue也是尾巴 他 Front是前面 辦法就是說我們資料加進來 是從人家加進來 從路由加進來 排隊 尾巴的地方加進來 你買到票之後 連這個 你要離開隊伍 是從Front 所以我們Delete是什麼 Delete是從Front 從排隊的概念 這兩個名字都不會弄換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Q的話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這邊的話我們先展示一下 如果你用一個簡單的Array的話 在座上面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一開始 Front跟Rey有兩個指標 那就指到這個Array 自己下方的地方就沒東西了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音色資料進來了 我們加一個東西進來了 那這個尾巴 這個尾巴就有移動 這個A就有移動 再加一個字號再移動 好 那如果我們要Delete的資料呢 就是把Front 使的地方這邊的資料 前面的資料把它刪掉 加資料是在從路由加進來 刪資料是從Front這邊刪資料 但是這裡你要注意一下 瑞爾 我們說 這個瑞爾 我們概念他是在對我的尾巴 Front是概念他在對我的前面 但是 瑞爾手指的地方是有資料的 這個要加速嗎 要不然寫錯我會寫錯 瑞爾是在對我的尾巴沒錯 但他手指的地方是有資料的 Front是對我的前面 他手指的地方是沒有資料的 這要加速進去 隊伍的前面 他手指的地方是沒有資料的 差一格你的頭就寫錯了 那這個非常重要 才不會讓 才不會讓我的頭尾 好 譬如說這個再印射進來 這個再印射進來 那你就是從這個位置 再把它加入進來 那我們就是慢慢印射的 或者是慢慢 delete 那有一天可能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那假設我們這邊只有五個位置可以放資料 那你現在呢 想要再把資料加進來的話 這個路由已經 就沒有了 這個就超過了 所以如果你還在印射的話 在這個狀況 我們就說他是overflow 那剛剛我們的Stick 鐵配有所謂overflow overflow就滿過來了 滿了 好 那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情況 你這個是 這邊是滿了 可是下方這邊還有空位 所以 Ninear Q 是不可行 不能用Ninear Q來做 不可以用Ninear Q來做 這個組織要跟你講是說 你用Ninear Q來做的話 那是不可行的 那我們在這邊先下個休息 謝謝